小巴小龙 安心平安 哈利路亚 让我们先祷告 哈利路亚 你是喜悦我们的神 主刚才又把我的圣经打开 给我看一句经文 他这是给我们的话 所以主我用你给我们现在的话语 来为近处远处现场跟远在天边 你所招聚的每一个耶和华的军队 在勇士祷告 主你说你是耶和华我的神 曾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上来 我们要大大张口 你就给我们充满 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要向你大大张口 你必要把我们充满 这是诗篇的81篇的第十节 因为你应许我们说 你必拿上好的麦子给我们吃 又拿从磐石的出的蜂蜜 叫我们饱足 81篇十六节 主你是信实 你是慈爱 耶和华若不将你的奥秘 告诉你的仆人众先知 你就一无所行 今天要买了耶和华的作为 哈利路亚 奉耶稣阿哈玛续阿和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刚才敬拜结束的时候 我跟带敬拜的长老说 今天不用讲到了 在敬拜当中 这个信息已经被释放出来 这就是耶和华的作为 所以我看现场今天 我觉得是特别的 又不一样 大家同心合意地 那个敬拜 那个祷告赞美的声音 我真的实质地听见 我也相信 有天使在跟我们一起唱 所以我真的 在那边小声说 我说谢谢天使 他们真的在 所以每次专心进入敬拜赞美的时候 其实神的信息已经下来了 有没有 所以我在想太兴奋了 主啊 虽然如此 我还是要努力 记起我讲稿的内容 但是求你 求你将你的 据实的信息传下来 我们要来忠实地传递 所以 不知从哪里说起 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刻 现在是一个 这个日子 不是那日 就是这个日子 什么日子 他要建立大卫倒塌的账目 他要堵住其中的破口 你要不要和他同工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栽种的 公众的 必接受收割的 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 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低下 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们 以色列 被鲁的归回 哈利路亚 主啊 主要说 我们 我们必重修 荒废的诚意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 哈利路亚 拾其中的果子 我将要 将他们 栽于本地 神要将我们 栽于本地 他们 以色列人 以神的以色列名 犹太百姓 不再从 他所赐给他们的 以色列地 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我们的神说的 哈利路亚 今天在敬拜的时候 我真的实质地 听见他跟我讲 王者归回 你知道 不停地这样 要不然我整个人 就受不了 他一直在 小声地跟我讲 王者归回 弟兄姐妹们 你们必须相信 虽然你们说 哦 我们听了好几年了 我告诉你们 王者归回 就这四个字 我之前真的 进拜的时候 他小声地说 王者归回 这个肉体 血气的身体 要承载这个 永生神的灵 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知道 但一里 当他见到人子的时候 他整个人 瘫倒在地 他像死了一样 今天的陀拉讲什么 今天的陀拉是 总数 跟上周的陀拉 数点人数那里 整个的最后的两周 两周的陀拉 其实是一个部分 因为今年是 润年多了一个月 因为今天是 今年是润年 所以我们知道 三月三号 今天几号 三月三号晚上进入 星期四的晚上 进入了第二个 亚大月的月术 所以这两个的 两个部分的陀拉 今天要分成两个部分 实质上 它是完整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完整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感觉 神真的是要在 出埃及记第二本陀拉 名字 要释放一个很大的信息 他把这两周陀拉 在今一年要分开来 是有他的美意 这让我们好好的去 琢磨去领受 他每年要释放 这个信息的内容 所以你有没有 脑子里有一个图像 有没有一个图像 刚才太激动了 上周的那个陀拉 叫招聚 招聚 刚讲完 所以招聚 然后这是总数 神在招聚他的百姓 然后他要去查点 他查点完了 他要做什么 所以这一周 陀拉的时候 我在想 神给我一个画面 你知道他耶华军队也好 他圣殿的每个物件也好 一个一个一个的物件 包括大祭司的衣服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都做好了 然后摩西去查点 然后把这一些的物件 每一个部分都放好了 然后神教导摩西 吩咐摩西 要按照他说的顺序 把这一些东西完全地摆好 摆好了不算完 他要降下恩高 来高抹这一切 然后 耶和华的荣耀 降临在整个的会幕市上 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 但是告诉大家 这不是结束 哈利路亚 敬拜结束了 各归各位 然后没了 No 那才是开始 当耶和华的荣耀降临 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 都在俯伏敬拜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才刚刚开始 每一个人到聆听他的呼叫 就是下周的李维基 他在他的会幕当中 要来讲话 要来告诉这些百姓 我的话语 所以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说 主要我们在等那一刻 还没有发生 什么时候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 在内室的时候 有不同程度地 被神高抹 跟神 有这样的经历 被他的荣耀充满 但是主要作为一个整体 没有 没有 还没有 主要是什么时候 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神微小的声音说 要等着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当然我知道有的会众 有不同的经历 但是我感觉他说 我要等候所有的人 就是我在回来的时候 你知道 那个末后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荣耀 所以我们真的是期待 反正 好像就是一个传说 好像这个不会发生在我们这里 或者是说等候 但是我这一次真的是在 很认真的 早上在跟神说 我说这一周的陀拉 我们讲过很久 我们也曾经很期待过 他的荣耀降临 但是我跟自己说 是不是要重新再次期待 那么今天把这个信息传递完了 说我今天完成任务了 我把这个信息讲完了 其实我今天坐在车子上 我也在问自己 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王者要归回 他要回来 我说你要归回 还是你必须 你肯定归回 王者要归回 还是王者必归回 他跟我讲就四个字 王者归回 我今天敬拜的时候 他真的就跟我讲 王者归回 如果你一直在期待 一直在渴望一个人 他回来 我告诉你 当他跟你说我要回来的时候 你整个人你受不了 你整个人就 那种感觉 而且你知道 你等候的这个人回来 他不是被杀的羔羊 他是犹大之派的狮子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昨天我再一次 跟我们家这位弟兄说 我说你可以想象吗 哇塞 当耶稣啊回来的时候 众目都要看见他 我在这里做什么 主啊 我在这里 跟众弟兄姐妹 所有渴望你的人 所有你昭剧的人 等候你 所以今天还有一句话 在敬拜的时候 我真的是听见 我后面那个漫漫姐妹 她敬拜那个赞美的声音 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 她是从生命里出来 那是一个生命的赞美 我感觉神在跟我说 她哪儿去了 神跟我说 神说 我就是在等候这样的敬拜 我就是在等候这样的赞美 我就是在等候这样的声音 我就是在等候这样的频率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经历我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苦难 有试炼 但是这个苦难跟试炼 就是神要把我们的 这个里面的敬拜赞美 这个生命的赞美 完全地出来 你知道吗 当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地都爆发出来的时候 祂的荣耀降临 祂要列天而降 所以祂要列天而降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一周的妥拉 王者归回 那么这一周是最后一个 妥拉结束 你知道我们要知道 出埃及记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从雅各跟他的七十个家族 在埃及地 长话短说 因为神记住 祂跟亚伯拉罕 跟以色列跟雅各所列的约 所以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刻 已经来到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棒的 神的剧本 他在以色列出埃及 是为了你在哪里 他不是让 以色列人就死在埃及 因为你都是悖逆的 不是 耶和华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为了进入应许地 耶稣瓦把我们 从黑暗的国度领出来 现在我们如同在旷野还漂流 我讲是实质的 然后他要带我们进入 他的国新天新地 在这一个如同在旷野 漂流的日子 你不是在旷野 真的是漂流 找不到方向 我们现在是正在 学习他的陀拉讯会 如何建造圣殿圣母 当那个真的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步到位 但是实质上在灵里面 其实你在地如在天 你已经在他的宝座上 但是你在地上的自己 一定要完成这个完美的旅程 告诉自己 我看他们有些 有些神的教会 都有一个这样的护照 告诉你旁边的人 现在是旅程 我们早晚回到新天新地 加油 完成这个旅程 这太长了 所以不用告诉了 所以他们那个 伯托利教会 或者是很多教会 说告诉你旁边的人 不要怕 然后像我这样 没办法 重复不起来 太长 所以你们会后 我们会后在一起说 所以你记得在 我觉得神的剧本 最棒的地方 就是在什么 就是你觉得 已经毫无盼望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完蛋了 有没有看过电影 哎呀 这怎么办呢 我经常会想说 主国在这个环境 会怎么样 最棒的剧本 最棒的编剧 就是在那个 最黑暗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以色列人在黑暗的时候 已经是被法老压迫的 已经毫无出路 但是神的计划是什么 在那样的一个 腥风雪雨当中 神所拣选带领 二百万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摩西 出生了 在一片腥风雪雨当中 你知道吗 每一个孩子的出生 完全的出生 健康的出生 是一场得胜 摩西生出来 还活下来 但是摩西 自己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要完成这个使命 跟呼召 要来他八十年以后 两个四十年 你又想说 这个小baby 给他发个预言 你将成为伟大的领袖 下一句话是 八十年以后 我想说你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 神让你不知道 全部是怜悯 我只跟他说 他以后是神 所拣选的大将 多少年之后 我不知道 你去问神 但是这个不重要 你要最后成为 他的那个命定的 呼召的角色就OK 所以神他很奇妙 你想说已经到了那个地步 你还要让这个 这个摩西出生 还要让我们再等八十年 就八十年是一个世代 有一批人又结束了 在地上的旅程 所以八十年过去了 你有几个八十年 你有几个四十年 但是神让我们看见的是 你度过的每一个年岁 不是白费的 不是浪费的 你度过的每一个岁月 是在累积 是在成就 你完成他使命的 那个品格和能力 并没有说跟岁月消逝 跟你旁边的说 跟你旁边人的说 你并没有跟岁月一起消磨 没有人回应 咱们不做西方的 咱们做自己 OK 好 跟自己说 然后你知道吗 所以 神他真的是一个 很奇妙的 所以 他的八十年一结束了 摩西就要出山 所以 我们要学到一个道理是说 等他的时间到了 你也一定要预备好 等他开始出手的时候 他不会再等人 因为他已经等了足够长 但通常是说 没到我们出山的时候 非要去 神把你啪 摁住了 等到你出山的时候 说主啊 我不要去 你爱找谁找谁 这就是我们的 一个表象 所以要敏感 不要再做像摩西一样的事情 痛痛快快地说 我在这里 我接受预备 你让我什么时候出去都可以 阿们 不要再自己说 不要再说我老了 你们年轻人上吧 我们这里没有年轻人 OK 我们这里有小baby 没有年轻人 年轻人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之后再说 没有年轻人 好 也没有老年人 我们只有神的勇士 我们都是 但是从灵里面说 我们都要恢复成小孩子一样的事 OK 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主题 就是说 神在拣选一批人 谁可以在黑暗遮盖大地 意外遮盖万民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看见 耶和华的曙光跟盼望 你仍然可以来信心地宣告 神的约中的应许 对吧 你仍然可以跟神一起去做梦 你仍然可以看见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多得多 昨天还是今天 神问我一句话 我又开窍了 我怎么那么笨 我们都会说 一万遮盖万民 黑暗遮盖大地 但是它的光已经来到 哇都会说 我要心情发光 神昨天问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你看见黑暗 有没有人否认说 现在没有黑暗 我的意思是说 你实质地就看见 很多黑暗的事情 对不对 为什么神说 你为什么会看见 因为我的光已经来到 我的光如果不来到 你看不见这些黑暗 所以你不要看见黑暗 黑暗只是一个fact事实 但是真相是说 真理是说 它的光已经来到 我的光不来到 你看不见黑暗 因为显明黑暗的只有真光 我真的想说 怎么那么笨 天天就背这句经文 就像一句很好的诗篇 跟你自己说 神的光已经来到 能显明黑暗的就是真光 哈利路亚 所以我就想 所以不要看见黑暗 就看见黑暗 如果你不生气 也是有点问题 生气之后 你回到神的光里面 你跟自己说 也跟旁边的人说 因为神的光已经来到 所以黑暗显明了 我告诉你们 不告诉你们 你们也知道 你们都有神的灵 黑暗会越来越显明 因为它的光 不停不停不停地射下来 怎么射 从你里面 神的真光之子 一个一个地显现出来 每一个人 真光之子 在这个时候发出真光 黑暗却就越多地显明 所以我就完全相信 这是一个 末后神的灵 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 伟大的时刻 因为它的真光之子 正在各个地方 开始突破一切地捆绑 我够了 我要起来 当你起来的时候 你的光就突破 你就发出来 所以这一个点光 那一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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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黑暗一个一个一个 爆发出来 哈利路亚 我心里一下子就安了 要不然我就写一份 长长的报告 回天国诉求 看这么多黑暗 所以阿巴夫说 还不是你回来的时候 告诉你 因为我的光已经来到 好好跟我讲信息 所以你们有感觉 你每一天都在 心思意念更新 我这一周跟上周不一样 我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样 我现在跟早上就不一样 因为我的心思意念 正在不断地更新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以前我觉得 以我有意的 现在我都觉得是 粪土 因为神让我看见 更宝贵的 权柄跟钥匙已经赐下来 我们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已经捆绑 我们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已经释放 阿们 所以这一周你会看见说 这个账目中所有的总数 是摩西的儿子 祭司伊塔玛 伊塔玛来数点的 然后他再次说 这些都是比萨列 跟雅和利亚伯 跟一些有智慧的妇女 做成的 我想说主 你说这个至少有五次 关于提到智慧跟才能 所以我就想说 你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今天一切都是关于末世的 末世就是因为它要来了 王者归回 所以你隐藏的智慧跟才能 什么时候爆发 35章十节 35章二十一节 35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 36章二节 38章二十二跟二十三 一直在说一件事情 你们中间凡是心里有智慧的 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 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 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 用来做圣衣 为什么 这些 你想说比萨列跟雅和利亚伯 他们心里有智慧 是的 但是他们真的 他们知道自己的智慧表现在 我手上有才能 有巧工 有这种 纺织的技术吗 可以做会幕 你觉得你是心里有智慧的人吗 你知道你的手的工 可以做东西出来吗 我想你不知道 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 做奴隶 他们做什么工 烧砖头 他们只为埃及法老 建造过积货城 什么是耶和华的会幕 他们建过摩洛的帐幕 建过埃及人跟列国 为假偶像假神所造的那些 那些偶像的东西 但是 耶和华这位神 连名字都不知道 他在哪里住 当他们举起自己的心 要把这个礼物 献给耶和华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有一种渴望 要来为神建造会幕 并不是说 把耶和华先跟我们说了 要记住那个摩西 老是说要献礼物来 要献礼物来 好吧 勉为其难 把你那个耳环摘下来 给耶和华献上 献上去了 献上之后就走人 好像我感觉就是 好像神欠我们的 得给你吧 然后就走了 不是耶 真正的神的子民是 心中甘心乐意 举起自己的心 被那种渴望所引动 犹太拉比解释说 这一些人不只是献礼物 他们要与建造神的会幕有份 所以他们心中的智慧 在建造神的会幕的时候 一些隐藏的潜能 全都爆发 当你在建造神的功的时候 你发现 我怎么那么有才啊 应该是神啊 不为神做功 我就 那个才我就看不出来 所以 当你说 我不够有才华 没有才能的时候 我有一个结论给你 你可能没有去为他 建造他的国度 当你去顺服他的呼召 去建造他神国度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才能就爆发出来 这些人是为了神的电 心里极其火弱的 所以 上周 我在想这一块 神就借着一个信息告诉我 有一个 关乎末世的信息 通过一位犹太拉比的 他的讲道 他的一个教训给我 所以下一个主题是 你要冲破极限 实现不可能 我们讲的冲破极限 不是这个希腊思想 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今天要东上一座高山 我要来征服这座高山 来冲破我的人体的体能 让我自己跟全世界知道 我是全能的 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极限 我们讲的是 妥拉的希伯来思想 你如何为了神去冲破 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极限 来为那位不可能的神 做成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 我在讲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才能 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你会得着 祂足够的一切的 一切的资源 才能能力 来完成祂的呼召跟使命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说明祂没呼召你 如果你呼召了 领受了 你必有 你想想这件事情 大家知道不永康 谁让我想起不永康牧师 哇 一起起不永康牧师 我们都很羡慕 我说哇 他在非洲成就的 太有荣耀了 主要我要像不永康牧师一样 我站在那个非洲 就说fire 然后就 哇 耶稣传列帮 太有面子 然后我会说谦卑一点 都是神做 然后哇 我们羡慕的是不永康牧师 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候 回应神的呼召 因为神跟他说 你是我呼召第三个人 抢前两个人 把我给拒绝了 你知道 不永康领受这个呼召 硬着头皮 但是他敬畏神 他去非洲第一次讲道 好像只有两三个人到 最后来 进来只有十五个人 你以为全非洲人都认识他 你知道领受神的呼召 你要经过风吹雨打冷眼 全场没有人 我数一下 我不用数啊 今天我们比十五个人还多 不永康第一次去非洲 还不到十五个人 但是我今天就想说 你知道不永康牧师 被神召回天家了七十九岁 神使用他是非洲 七千九百万人的灵魂归主 神对我说 你知道那两个拒绝我这个呼召的人 拒绝了什么吗 他拒绝了非洲七千九百万人的灵魂 你跟我拒绝了神的什么呼召 你知道你拒绝了的是什么吗 我感到非常敬畏 今天值得我们再去跟神去 好好的去祷告 我们都知道去追求 自己的梦想 或者是你已经没有梦想了 我被这个残酷的世界 已经完全打翻了 但是我跟你讲 耶稣瓦的梦想 他没有放弃 他用他全部生命的代价 他敢付上这个代价 让他的梦想已经成真 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他就告诉你说 我的梦想已经成真了 而且这里没有我心腹的份 所以他跟他的心腹 一起在建造他的梦想 已经成真了 你走在过程当中 我想对你说 愿你跟他的梦想有份 这是一个荣耀的路程 有一位拉比 叫 这拉比 他有一个教导 他说我们众所周知有一个原则 就是神赐给我们一套 很独特的才能恩赐 然后我们利用这些恩赐 来发挥我们在生活中的潜力 无可厚非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强项领域当中去做事 我们绝对去避免 在我们的弱项的领域去做事 对啊 我只做我强项的 为什么要去做我的弱项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觉得他很擅长在少数人面前讲话 但是他觉得自己 不能在大量的观众面前发言 他会非常紧张 害怕 害羞 即使有一个很紧迫的情况 要求他必须在大量的观众面前发言 他也会逃走 因为害羞 躲避 因为他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鸽子笼里面 使自己没有能力在很多人面前发言 有一个他说 有一位很著名的西班牙中世纪的拉比 叫Rayben 他说这是不正确的想法 还是错的 你知道吗 在会幕工作的人并不知道 他们能够完成神的建造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这些 非常棒的手艺 但是因着他们对耶和华的热爱 他们发现了到迄今为止 我没有被开发过的才能 原来这个是可以用来完成上帝的旨意 所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你可能被命令去执行某项任务 你说接到一个任务 说你去做那件事情 但是你说 哦 这个我做不了 因为我的强项不在这里 但是你知道吗 在犹太人的一个法典 Mishnah里面 有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文献 叫做父亲的伦理 Ethics of the Fathers 它里面有一句话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我 就是神 要一个人去传递他的信息 他会帮助这个人 因为他的信息要传出去 所以他给我这句话 就敲了我 他说 这句话是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no men Be a man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no men Be a man 在一个没有人出现的领域 就让自己出现成为第一个人吧 这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 你应该只在你认为自己 我很强项的领域 好像没人坐我来 因为我可以 不是相反 就是说当你去要 必须去执行一项任务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但是你去查验 是不是 如果没有人的话 是不是我呢 因为这项任务要执行 我心里都有对神的火热 我不是已经把自己献给神 来完成他的旨意吗 那么神肯定会在我的身上 去发掘出那个隐藏的才能 来完成他的护照 他就举了一个很棒的例子 他说 有一个犹太拉比 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他最喜欢在家里学习 把自己关起来 然后跟神祷告 他非常害羞 但是他许多年前 发现了一种需要 他说 每天他都看有数十名的 世俗犹太人 来到西墙 你知道他们来到西墙 然后祷告 然后就回到 他们没有妥拉的生活当中 他认为 他有必要去接触到这些人 然后为他们提供一个 居住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有 就是在旅行当中 可以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基地 去耶西瓦 就是去犹太的学校 去学习妥拉 他想把这些人留住 不要就这样 索诺妈妈就这样回家了 来吧 我们来学妥拉 所以这个人 他违背了自己天然人的性格 我害羞 我不要跟人讲话 我就不行 但是他说 我觉得神的护照在我的里面 这是神的旨意 我要违背我的天然人性格 我要走上去 所以结果是说 这么多年 你没有办法测度 他到底改变了多少百名 犹太人的生命 就是因为 他违背自己的天性 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 上百名的犹太人 的生命 就这样改变了 你没有办法去计量 但是这位拉比说 你可以 但是你非常会清楚地知道 如果他不做这个决定 这个世界会因为 他没有做这个决定 仍然在痛苦 跟折磨当中 这跟我们讲的说 没有恩赐 但是我有神的感动 没有神的感动 不做 我在跟神说 对啊 是这样 大家都说 我没有感动 我有感动才去做 神说 你们如果说不去做 也许就是真的 你没有被我感动 不是我没有感动 不是你没有感动 是你还没有被神感动 这完全不一样 不是你没有神的感动 是你没有被神感动 你里面那个热情 desire 热情 没有 所以我们要值得去思想 但是犹太人 他们在学习 妥拉这一段真理的时候 他们所领受的 但是我想说 OK 那么认识也说啊 在犹太人 又会领受到一个什么呢 保罗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不是保罗 但是保罗在写 哥林多书信的时候 很多讲恩赐的地方 但是我们讲到恩赐 他的英文是talent 然后中文翻译成他连德 然后主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我说主 我当然知道 你有一个比喻 是关于他连德的 那你再去前后看一下 我说这个故事很熟啊 那这五千 什么三千 两千 一千银子了 我一看我全都说错了 背神打脸 然后在那边 好好看圣经 二十五章 十四节到三十节 你知道二十四章 写的是 末世的比喻的意象 迹象 二十五章 主讲了两个 关键的比喻 是有关末日来到 跟天国来到的比喻 一个就是十个童女 然后十四节到三十节 就是这个比喻 他说天国好像 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仆人来 把家业给他 说我们走 说我走了 我说主你真的很幽默 你就是那个主人 你确实出国了 你去哪了 你回天国 然后你再回来 是要很许久的 回来之后他干什么 我真的读到这个 我说实话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是流汗 你别以为我知道 我不知道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我就在这个算账上 我们就停下来 有一句话叫什么 神给我四个字 秋后算账 知道秋后算账 什么意思吗 秋后算账就是说 在秋收大收割的时候 收割结束了 他来算账 一个人这个庄稼主人来算账 就说这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都不理你 等这一切结束了 我秋后跟你算账 我当时 你知道神跟我讲说 秋后算账的时候 我想到什么 他在秋季节期来 大收割的日子必要来到 这一切之后 他会有一个审判 他要来算账 所以这是天国的比喻 我跟你讲 有人说 那个新约书信 新约那个圣经 哎呀很简单 旧约很难 我没有学习妥拉的时候 我表示高度怀疑 我说 你确定你真的独了吗 耶稣的很多比喻 我觉得很难啊 我觉得耶稣的很多比喻 非常的体费系 非常的严格 如果按照他比喻里面 跟带出了真理 主啊我能不能进到天国 都是一位神 他将陀拉中的真意发表出来 所以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他连德 你知道这个 他连德这个银子是怎么 在我们的圣经中 陀拉中有提到 所以我领受到这个启示 要不然莫名其妙 出来一个 你的他连德倍增了吗 我没跟你谈金融 我也没有跟你谈股票 在38章25节说 会中被数的人 所出的银子 有一百他连德 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克勒 这个一百个他连德 跟一千七百七十五个舍克勒 是那个重量 就是赎罪银的重量 这些六十万 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所献出的生命的价值 重量是这些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生命的重量 是耶稣要赎回来的 银子代表救赎 是没有办法称重的 是没有价值可以衡量的 但是他仍然告诉你 一百个他连德 并一千多个舍克勒 你知道一他连德 它是一个衡量金银重量的 重量单位 你不要小看一个他连德 主在这个比喻里说 他给了一个仆人五千银子 另外是两千 然后是一千 你知道这个五千银子 有英文的版本 翻译成是五代金子 但它原文是五个他连德 所以五千个银子是五个他连德 在主那个时代 一个他连德 那个价值相当于一个人十五年的工资 十五年工资 现在在日本 做一个房贷 要二十五年还完他的房贷 有 三十五年 我当时听的时候就说 这个就是一辈子做奴隶 你就还贷款 你说 主在这个比喻里面 至少给你一个他连德 他连德是恩赐跟才能 所以你至少有一个十五年的工资 你一信主有圣灵在里面 我至少有一个十五年的工资 你知道这个一个他连德给我了 神不是让你买起来 他要胜利的 他回来说 他已经吩咐了 说那个 我要连本带利收回来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人 将他的一个他连德 原封不动地给他 也没有损失 主说 你是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你无用 我要把你丢在黑暗里 把你的一个他连德夺回来 给那个更多的 他有五千了 有五个 他已经又给我生贝了 这样的人 我要再把你的给他 凡有的 我还要加给他 凡是那些 珍惜神的恩赐的人 然后去使他倍增的人 可以将这个赏赐 将这个利益 再归给这位主的人 神要给他更多 不是将利益归给自己 但是那些蔑视 埋葬神恩赐的人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 为什么后果很严重 因为你被逆主羞辱他 你不要小看 我没有恩赐 我不做 谁有恩赐 谁做 你们都是大有恩赐的 你讲这句话是得罪神 今天是一个悔改的时刻 你好好祷告 如果你有神的圣灵 你至少有一个他连德 神给你这个他连德 是要让你继续使用倍增 将荣耀 将那个利益 奖赏归给主耶稣自己 他回来去收利的 他会秋后算账的 我这句话摆在这里 背书 2022年3月5号 有一篇讲道 有这句话出来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听了之后回去悔改祷告 然后不要让自己淪落到 那个被丢在黑暗里面 我听了 我今天 谁让我再一次看这段比喻的时候 我真的是 实际上我非常地敬畏 紧张 但是也不要紧张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被神兴起 开始为他去 卖命 什么叫卖命 为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你的命是谁的 我在凤野说的谜说 你的命谁也夺不走 你的命 我的生命的主 哈阿洞 我生命的主是耶稣啊 没有疾病可以把你的命夺走 没有任何的一个Virus 有那么大力量 可以把你弄死 你要是回天家 也是被医治回去的 那时候到了 主要让我在这个地上 走之前 把你所有给我的这个他连德 所有的他连德 都生了这些利益给你吧 我要这个奖赏 这个奖赏是我跟主共享的 所以这个 他连德 希伯来文就是Kikar 它的字根 有跳舞的意思 因为这个Kikar呢 他连德的这个希伯来文呢 就是这个意思呢 它是有一个围成圈 有一个圆形的区域 就像那个金币一样是圆的 啊 我说主啊 怪不得犹太人喜欢围成圈跳舞 所以他们生命中的 这些很多的事情 在彰显神的一个真理 当我围成一个圈 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在告诉彼此 告诉你左右的人数 我们是耶华的会众 我们在将我们的塔连德倍增 所以今天在最后一句话 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句话 跟你的股票 跟你的银行存款 跟你的知名度 跟你的梦想相比 你都会数 你的塔连德倍增了嘛 这才是关乎到你灵魂的事情 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这周陀拉呢 他告诉我们说 38章的后半段 哇 这个建筑家要看这个 他们就很明白 就用这个100个塔连德 用银子 就是造那个圣索 戴卯的座 跟柱子 跟戴卯的座 什么叫戴卯的座呢 其实英文翻译很简单 座嘛 就是base 根基 就是用银子 做那个会幕 那个座 底座 根基 插座 主要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这个座的 希伯来文是 Aden 就是有一个力量 一个建筑物 或者是柱子的根基 哇 一个根基 你知道我们的根基是什么 你就会想到耶稣啊 不止这么多 然后这个Aden 这个座的字根叫Adon Adon是什么 我没有唱过希伯来诗歌 How Adon 就是主的意思 那位主 讲耶稣啊 这个Adon的意思就是 主 主人 丈夫 拥有主权的人 控制者 所以我们生命的根基是谁啊 是耶稣啊 他把我们救赎了 所以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所以他支撑的是整个宇宙 他支撑着整个的圣殿 他把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支撑起来 吹了一口气 你就不再是死人 你是有灵的活人 他支撑着我们所有的一切 他是我们灵魂的毛 他是我们一切的base 一切的根基 所以今天早上跟我说 当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也要去做建立的工作 你要把这个家撑起来 不是靠你的能力 是把这个家建立起来 成为一个神的圣殿 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 当一个一个的属神的家庭起来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稳定 这个国家就稳定 所以我有话语 神让我说 任何一个你现在遇到的困难 逼迫 冲击 是 我们先讲黑暗势力 它知道你是这个家的柱子 它要帮你摇晃掉 你一倒了 这个家就会倒掉 然后这个社会就沦亡 但是神说 这不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告诉你真相 就是说 我要建立你 当你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这个家要被建立起来 当没有人的时候 你要成为那第一个人 不是你行不行的问题 而是你对神有一个 火弱的 护照 刚才提到那位拉比的话 我其实有一个见证想跟大家说 刚才没讲 现在神提醒我 那我还是要讲 就 什么地方 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出来 有一个人会听见神的呼召 他就起来 那么很多事情通过你来完成 不在乎 你觉得我可不可以 我在上大学 一年 二年级的时候 我当然没信主 然后 有一位美国的教师 他教我们口语 他是一个非常passion 我现在他那个样子还在我面前 长头发 应该有四十几岁 眼睛非常亮 他就上 他第一次上课 然后 他说我们现在 做一个场景对话 他说有没有人起来跟我坐 你走到门口 然后敲门说 May come in May come in 我可以进来吗 然后等他回答说 Yes please 进来 然后你就进来 就两句对话很简单 但是你要跟他演戏 但是你要跟他演戏配合一下 然后这个老师说 有人可以吗 东方人吗 比较含蓄 你得问一遍 没有人回答 有人出来跟我做这个 Oh please 你知道 你知道美国教师 他就 没有人 第三次他还在邀请 他脸上的笑容还是灿烂 明显僵住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我那些同学很害羞 Oh no Come on 害什么羞 我最害羞 大学一年级进来的时候 我在那边傻傻的 上大学 我是不是得自由的日子到了 那边 然后第一天老师就说 好吧 现在我们选班尾 现在大家毛髓自荐一下 起来自我推荐一下 我说哈 还有这件事情 Who cares 谁在乎 谁到当什么班尾 还没当够 我这自由的时间到了 我根本没放在心 你们想有谁会站起来 现在年轻人谁喜欢这一套 我跟你讲 我经常判断积极失误 同学一个一个站起来 发表演说 就职演说都呆掉了 他们提前安排好了吗 为什么有人通知我 这口才 我在高中的时候做过什么 我是哪一所北京高中毕业的 我做过什么 然后想说天哪 这波人太厉害了 我就想要逃了 这个 哇 卧龙藏虎 不错 很好 然后我就想 没有一个人是害羞 你不要以为他们害羞 非常非常勇敢 非常非常的那个 那才气 后来这些人就成为 我们那个大学班级的权力机构 从此灾难开始 两年以后 我被迫流亡海外 流亡日本 但是我的天上的良人 跟我地上的良人 在日本等候我 所以我给你的预言 就是说 你现在碰到任何的逼迫 还有这些困难打击 都是神要把你推向 良人怀抱的 临门一角 所以喜乐 所以我跟你讲 我同学都不害羞 你不要以为害羞 英语不好吗 Oh no 英语好不得了 我英语最差 你知道 May I come in? Yes please Hey 就可以了 没人会说嘛 太优秀不得了 没有一个人 我觉得那个沉默非常不正常 好像有人都 他们用心灵交谈好了 所以也不准讲话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让我这个英文最烂得起来 说一句话 我说 我要说 那个老师说 Come on Imojin 我大学的时候的英文名字是Imojin 是想象的imagination 然后后来我信了主之后 我才改了一个希伯兰的名字 然后我就 我当时就从那个位置上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觉得全班同学的眼睛 像利剑一样射向我 我带着战火 我走到门口 May I come in? 我可以进来吗 那些同学的眼光 然后老师说 Come in please 进来吧 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哎呀好丢人 好丢人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后悔 我觉得怎么 然后呢你知道 我就没把他放在心上 然后隔天 我就见到这个美国老师 因为我很喜欢聊天 他说 Imojin You save me 他说你知道吗 你救了我的命啊 你知道昨天你救了我 你知道我多尴尬 我要谢谢你 眼睛里有泪水 我从来想说 我们这些小丫头骗子 十八九岁 人家是四十多岁 他是从美国海军 不是空军 Air Force空军 我不知道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说我是从那里过来的 跟这个是 有这个系统的这些职业 才会分配到你们这个学校 一个老师是这样子 我说我没做什么 他觉得这个工作 这个这个举动 是那么的有分量 有重量 所以当我昨天看到 拉比那句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我在回应 犹太拉比文献中的一句话 这个陀拉一直在呼唤我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要因为说 没有人 我好害羞 都没有人我才不要 为什么一定是我 为什么不是你 如果这是对的事情 你不要做不对的事情 往前冲 那你不要 我今天没讲这个 OK 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说 耶稣啊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当他的烈火 在你里面出来的时候 你要去回应 你会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 带来很大的福祉 要不然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因为你躲藏在鸽子洞里 躲藏在地穴里面而受苦 神永远可以找得到 他使用的人 所以你看 在三十八章二十八节 那个一千七百七十五个 舍克勒 那个银子 就做这个柱子上的钩子 包裹那个柱子上的杆子 全包银啊 然后我想主要 你告诉我们什么 你知道吗 因着他给我们的救赎 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 我们的恩赐不是彰显 我很有恩赐 我曾经在这里面 都觉得用一用 我们比较恩赐好 让你们看一看我的恩赐 但是你知道 神的教导是说 这个恩赐 你去看哥林多书信 这个恩赐是让我们彼此服侍的 是让我们彼此建立的 而且我们彼此建立的不是我 也不是你 是我们的圣殿 是耶和华的会众 但是因为这个 我们彼此被建立起来 非常重要 所以你这个恩赐是要 对不起 下一张 现在淘露给了个眼色 是这个吗 不是 我没做这张 对不起 就看这个吧 所以呢 所以这个 我们活着的证据 就是说 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可以彼此连结 你还活着吗 你是被神救赎的吗 你被神救赎 一个活起来的生命的证据之一 就是我跟旁边连起来 我是钩子 钩着你 但是我们在学习 万一我们的钩子太厉害 把你勾疼了 I'm sorry 对不起 但是我们是要彼此连结的 连起来 神的美意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彼此包容 这个银子是彼此 银子包的这个杆子 就是说 神给我们这个生命 可以彼此地遮盖 越是没有荣光 觉得不行的 你才给它更多的这个遮盖 因为都是重做肢体的 对不对 神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 你每年从以色列回来 都是夏天 十月份 回来就照镜子 我说对 主你什么都知道 咱也不用隐藏 我就从以色列回来 我就开始照镜子 又多了一个斑点 又多了一个黑斑 哎呀 这好 哎呀 就多了一个 又多了一个 又多了一个 然后主要怎么办 多了一个 主说 你这么在意 你脸上的斑点 你灵命 生命中的斑点 你有没有这么在意 所以我从以色列回来 看到斑点 我一句话不讲 哎 我的灵命是不是 你注意这个吗 所以就是 如果你连脸上的斑点 都想遮盖 那么我们做肢体的 你更要想遮盖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身体 对吧 对 没错 这个肢体 是另外一个身体 跟我没关 当然不是 这是一个圣殿每一个 所以保罗讲那句话说 越不体面的 越给他一个包容 不是说他不体面 你最体面 不是你知道在这个身体中 你有一个包容 跟爱的心 因为都是你的身体 你不包最后 赤身露体是你 哈利路亚 陀拉有很多真理 你只是读保罗 保罗是圣之神的奥秘 他将陀拉中一切的奥秘 用我们可以懂的话去读 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 跟保罗有一样的根基 base 没有这个陀拉根基 你读也读不懂 所以我现在才慢慢读得懂保罗 我以前就留意过他 我说主啊 我专门读保罗的书 因为他说 我上了三层天 我知道神的奥秘 所以我读啊 好像也不太明白 他是说 反正他说奥秘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奥秘 他明白 但是你知道 就是只有当你开始 学习陀拉的时候 那个奥秘才能打开 所以你才知道保罗说什么 你们有了共同 我们跟他有同感一灵 谢谢保罗 我上了天国 回去天国 就是很想见你 所以你要看到 会目立起来呢 是在什么时候 雅比月 对吧 出埃及第二年的 1月1日 雅比月 中月初一 一年之首 神规定的一年之首 雅比月 一起到雅比月 你想到什么 神规定的一年之首 你想到什么 出埃及的月份 一提到余月节 你想到什么 是神把他的百姓 从埃及领出去 它是一个救赎的月份 所以当这个会目 被立起来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什么 这位领我们出埃及的 耶和华 在我们当中 他是我们的神 我是他的 以色列百姓 我不再是埃及的奴隶 所以 神让我们永远记得 你们出埃及的日子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我的时间跟空间 在地上更新了 借着他的会目 借着他的时间表 借着他的安息日跟节期 你知道在第二年的 二月一日 一月一日立起账目 二月一日 年数季 耶和华 让摩西数点人数 凡二十岁以上 可以上场打仗的人 因为二月二十号 十九天之后 神的云柱第一次升起 以色列人第一次要起来 行动 行军 所以神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在整合他的军队 他在预备他的军队 神有他做事的时间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是我们 主啊 请你将你要做的告诉我们 即或你选择不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你没有在停止 你让我们在这里安营扎债 我就知道有起行的时候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往前走 所以你看 每一个细节 神在告诉我们一个 很大的真理 所以第四十章说 这个会墓要立起来 是要在一月一日 然后神告诉摩西 你要怎么立 因为这个会墓 物件都足了 你要知道怎么摆 所以你看 耶和华吩咐摩西 立会墓的顺序 他讲的时候 是从这个 至圣所的约柜开始 有没有 从约柜至圣所开始 让你怎么 至圣所的慢子 慢子慢子隔开 然后你怎么摆 那个物件 然后 会墓 然后它是院子的 一个账目 账子 神在布局 你必须知道 祂的布局 祂会告诉你 最重要的是这个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 我领受的 摩西领受了神的吩咐 怎么去把这个 会墓摆起来的时候 他没有第一个 说好吧 神说了 神说了 从至圣所 摆会 那个约柜的 这个至圣所开始 把那个约柜放那 然后至圣所连起来 不是 他要先把那个 贝斯根基 做起来 先把那个会墓 围起来 有一个整体的 一个大局 你才知道 至圣所在哪里 它非常重要 从里到外的建造之间 你必须有一个根基 神让我的眼目 停留在这里 他要告诉我们 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说 你必须从宇宙的宏观 去认识这位 不受时间 跟空间限制的神 因为祂是宇宙的王 所以你一定要用 祂的观点 宇宙的宏观的观点 来从 启示录到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知道神 所有的计划 知道祂所有的计划 认识祂整体的 一个架构 然后你才能去逐步地 明白祂在每个时代 每个世代 每个季节 祂要做的具体的计划 你一定要从宏观 先知道 如果你没有这个base 你不知道那个 至圣所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这样才知道 祂会幕的一个 重点跟终点 最重要的部分 是至圣所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它整体的架构 如果你不知道 它整体的架构 就被卡在 那个字句 跟某个季节的难处 跟黑暗上 那么你永远 或许很难明白 祂现在在做什么 祂整体要做什么 祂往哪一个方向去 要不然突然发生了战争 突然发生了灾难 瘟疫就把你 就打在那里 你就因为这发生的表象 你就卡在那里 但是你一定要透过 这个现在发生的事情 背后看到神 整体的计划 你才知道你现在 我们现在在哪里 神没有向我们隐藏 整本圣经的结局 都已经定了 如果你知道 这整体的架构 你才知道 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哦 我明白 我知道它的应许 它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带 所以我现在不会被卡住 所以不要停留在外院 不要停留在外院 不要停留在 媒体这个世界 告诉你发生的事情 也不要因为现在 发生了这个困难 就把你卡在那里 你要不停地穿越 不停地走到 神的制圣所的心意 然后 要让深渊与深渊响应 你必须穿越事情的表面 你必须从外院的门 进去到它的制圣所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真理 我要来分享 你们要听好 我也听好 就是这周神再跟我说了一次 我得到很大的震撼 就是 fact 跟事实 跟truth 真相的区别 我上周也讲过 你透过 镜像 要看见真相 对吧 结果这一周 不是你讲完了就 就是从假的看真的 就说 我以为讲完了就完了 不是 所以神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What are you doing 我才讲到 No 你在学习 你不是讲完了就把这个 这个奖章可以扔了 上周你知道这奖章 就放在一个袋子里 放在车上了 那个包包里还有我的一个 制造我面具的一个全套工具 在那个包里 当我发现我丢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天哪 我的那个制造 那个 假面具的工具包不见了 这个讲到的 不重要 谁拿走了 请他拜读 主 主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I'm sorry 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想让他回来 那就祷告吧 失去的必然要夺回 你失去的 你不要夺回 对吧 所以要透过这个表象 要见到真相 所以上周 这周我看到 我又看到天上人云地兄的一个见证 他那个见证 我们都看过 非常熟悉 对吧 他又讲 他有一句话 是我以前没有留意的 或者是我根本没有听见 我就讲这个重点 今天内容很多 也可以反复 他说 他在监狱里十年 最后出去的时候到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要出去那一天 他的双腿被打断了 他是被架着回到 那个牢房屋子里 然后主跟他讲一句话 说 出监狱的日子 时候到了 出去吧 然后 天上人云地兄说 哈 主啊这是监狱 好几道门 我的腿被打断了 然后耶稣啊 耶稣跟他讲说 对 这是监狱 我知道 你腿打断了 我也知道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理 是监狱的门开了 你要从这里走出去 所以你现在活在哪里 你是活在 事实当中 虚假的 真实的虚假的事实当中 你还是活在神的话语里 我跟弟兄姐妹讲 这非常重要 神让我领受的 所以我领受完了 我又再一次回想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应用 原来神在训练我 我不知道 因为当你训练的时候 就像我们讲的属灵真理 就是一定要被震动 你不被震动 你觉得你很好 但是你震动的时候 发现很多东西 还没有被震动 因为你的反应 不好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所以 他就说好吧 还是一下就起来了 瘸的腿 他竟然就走出去了 四道门 每一个监狱门前的人 就像没看见他 也像彼得走出去一样 他就 硬着脸皮走出去 没有人管他 然后到了监狱门口 一辆黄色的出租车 停在监狱门口 他说 你以为这是hotel啊 云弟兄说 你以为这是饭店的 停一个车 先生你去哪里 我送你 这是监狱啊 你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啊 然后他说 那个出租车司机 根本不问他 你是逃狱的吗 你还是出狱的 出租车司机问他说 先生您去哪里 他说这是谁 他说我到现在 他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 后来主说 这就是服役的天使 圣经没读嘛 然后你知道 他就说 他就 他就 他就窜上车 他不是窜上车 他就是上了车子 然后跟他讲说 我去上班 往前开 越快越好 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 就带他往前开 他半路上就停在一个 他说我要往哪里去 他看见一个 因为河南那个地方 就是 神的这个基督 基督家庭很多 他看见一个对联上写的是基督徒的话语 他就想 这个家庭我认识 他那边下车 敲门 对方不敢开 以为是抓人的 然后开了之后 是云弟兄 云弟兄先要让他钱给我 去交给出租车司机付账 所以出租车司机拿了钱之后 二话没说 就开车走了 他说 他就发呆 这真是一个天使 所以 给他开门的那个弟兄说 我们为你今天进食祷告 不吃不喝第五天 神已经告诉我们一定要回来 我一点不惊讶 所以 我就被他那句话给震撼了 耶稣说 监狱的门 跟你的腿断了 是事实 但是我告诉你真理 真相是 监狱的门要打开 你要出去 你想一想 应用到你的现实生活里 你碰到的所有的事实 是事实 但是你要问说 神你告诉我的真相是什么 Truth Hallelujah 也说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所以这一切的事情 都是要来恢复 他起初的新意 他要显明 所以我继续讲 这是一个继续震动 跟曝光的时候 因为他的真意要显明 曝光 震动 很多东西会被揭发 而且你处理这些 被揭发黑暗的手法 不再一样 你要看见你的权柄 不是任凭黑暗 放肆 神跟我讲说 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有些肮脏跟污秽 你不能把它打开 让它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社会上污秽的人 把它捆起来 扔出去 It's enough 我告诉你 有个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 是在主里面的真自由 但是你不要侵犯别人的自由 当你侵犯别人的自由 你那个不叫自由 叫暴力 昨天我看到一个YouTuber 这个是一个民间的人 YouTuber 一个美国人 他的流量既然有三四万人 他的那个YouTuber 那个名字叫做说 我是一个非基督徒 我向你展示 当我一个非基督徒 听到一些基督徒的敬拜 在我们音乐的时候 我的现场的非常激动的情绪化反应 哇 我就很吸引了 我又点进去 他就是现场让你看说 他偶然听到了 他说一个叫做Bethel 伯特利教会的敬拜 然后一个Hill Song 在一个 在Passion的这个 一个敬拜赞美现场 有一首歌叫So Will I 他说我就来听一听 他边听的时候就边临场照 他说我感动 他说我感动得流泪 他说如果一位神 一个呼吸出去 可以上千万 上亿万的galaxies 银河系被造出来 他们都在敬拜你 So Will I 我也要 他实际上 他真的就说我很感动 他说这首诗歌太棒了 结果是我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 我被Hill Song这个church 这个教会的敬拜感动 哇 我也很感动 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基督徒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基督徒敬拜赞美 我不相信上帝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他选择说 我非常积极地 我觉得你们的创作让我很感动 然后我看他下面的评语 我一下子也觉得好美 就是那个当他看那个Hill Song Church 那个现场敬拜的一个弟兄的leader 给他回信 他这个YouTube也被他看到 说Brother 他说我看到了你的反应 我浑身好起鸡皮疙瘩 我好感动啊 你非常的鼓励我 你一个非基督徒 他没有说这样 就是说你的一个反应 真的很激励我 我在前面带敬拜 有人回应 他也可以选择 你知道吗 有人做YouTube 告诉你说 为什么不能去听Besel 伯特利教会 跟Hill Song Church 跟Elevation 这些很棒的敬拜教会的音乐 我看了一个YouTube 那个人 他是坐在轮椅上 他说 我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听这些教会的教导 跟敬拜音乐 我没有听他讲的 我听了他一分钟 我找不到他的重点 我看到他那个样子 坐在轮椅上 我说天哪 主啊 把他带到Besel Church 让大家为他祷告 从轮椅上站起来吧 弟兄 你知道吗 季节在改变 神在不停地招聚会中 用他的恩高高摩 我们每个人都要被他的爱融化 不要轻易地责备 批评论断 你知道这对你身体不好 真的会影响你的健康 神让我今天为你祷告 为一些人祷告 不论你看得见 跟看门见在灵里是相通的 在灵里我释放这个话语 从苦毒跟怨恨 骄傲跟自大当中出来 不要自以为意 如果你真的学了陀拉 学了他的圣经 你领受了他的道 你会被他每一天都在改变 你会被他里面那个大爱 每一个人或许只领受到 他真理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合在一起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他训毁 需要改正 但是你不要得罪神得罪人 去随便攻击别人 说我的是对的 王者归回的时候到了 天上的大祭司也说啊 在数点他的军队 在一个一个地查验 每一个物件 然后他要倾倒下他的恩高浇灌 然后这一群的骇骨 像从今没有活过的人一样 他们从那个旷野 从那个骇骨里出来 成为一个属灵的 耶和华的军队 你不兴奋吗 Hi brother Come on Sisters 姐妹 那都是当年那个外教教的 就会一个brother跟一个sister 弟兄姐妹 May I come in?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Why not 神的门 你真的季节改变 你知道很快的 讲一个预言 先知性的预言 我告诉你 很多人 不管你前几年是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个时间到了 你不想兴起都难 真的 对吧 阿闷吧 刚才讲到你 回去看录音啊 这讲到你 所以 这个 神在数点查看他的军队 因为他要恩高 他要建立 他要把这个 这个军队带出来 所以你看到最后 出埃及记说 他的云柱跟火柱常在 什么叫做云柱火柱 当我们不起行的时候 云柱以神的荣耀的同在 遮着我们 当他的云柱升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该行军了 然后 他云中的火 叫火柱 在前面带领我们 你知道 犹太人 有一个拉比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 阿门 阿门 我阿门 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们在安营扎寨 不启程的时候 也是我们整个旅程的 马萨的旅程的一个 一个旅程之一 你不要以为说 我现在不动了 我什么时候旅程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陀拉告诉我们说 现在我们如果在安营 云柱没有动的时候 你不要动 我们现在 安营的时候 也是我们旅程之一 在安营的时候 做什么 在为新的启程开始 做预备 当他一说启程的时候 你要跟得上 当他一说启程的时候 你在安营的时候 他所预备的你一切的 隐藏的能力 恩高 要爆发出来 这个军队要往前行 哎呀 我们什么时候动啊 你不要问这个问题 我想问你 你在这个不动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 有没有预备好啊 他起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不等人的哦 在后面落很远的 亚马连人就上来 如果我可以腾出的手 我会把 三下午初二 消个干净 我跟神说 三个回合 把那小鬼打掉 是我训练 练兵练得不够 三个回合 不把你打倒 我讨厌垃圾战 我又喜欢速战速决 但是有的时候 需要长久忍耐 这个时候就是说 如果 在你任何的地方 你正在被恐惧 被你的环境 被你的苦难 被你旁边家人 或者这个世界 社会上的谎言 在欺骗的时候 告诉你 这就是事实 但是真相 你要回到神的圣经中 去找话语 你知道我有一个见证 昨天有一个姐妹 后来跟我联络 我们很久没有联络 然后 她就说 我有一些迷茫 你就跟我 我跟你去分享一下 我说好啊 我很喜欢别人 跟我分享 那个 她跟我分享完了 然后我说好啊 我们就祷告 祷告完了 我们就挂了 我就想 哎呀好 真的 我喜欢 我说 她说 一接电话的时候 她说 姐姐我一听你的声音 我都想哭 我说 你 确定不是被吓哭的 最近两年 有两个人 跟我说一样话 一个是一个弟兄 我们分开好久 然后她打电话 跟我 我说 嘿 弟兄 她说 姐姐 我又快哭了 听到你的声音 我说 你make sure 我说 你肯定 你不是被吓哭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幽默 然后 我说 你什么时候 一定真的是要跟我们连结 我说 你不要觉得你孤单 没有一个 现在神正在招聚 没有一个人 是零散的 都要把你招到 我说 姐妹 你不要难过 你找到了我 找到了大部队 神的大部队在这里 你找到了我 就是找到了一个军队 对 后来 我说 我没有夸口 神经上说 大魏的勇士 软弱的可以打一百 强盛的可以打过一千 我是软弱的 所以我只能打一百 或许 但是你能打到一百 你就是一个军队 OK 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 你找到我 你找到一个军队 我三下 我出来把你小鬼 全都杀死 但是你一定要跟我同工 跟我同工 就是你要神的真理 跟我一起征战 在征战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也是个勇士 你可以打一千 等那个时候 就可以一千退了 所以昨天晚上睡觉 我就看圣经有一句话 箴言的一章三十三节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他的一个 希伯来文版的 这个犹太圣经说 就是 pay attention 就是对神留意的人 你一定会非常的 at ease 就是说 非常清晰 你不会焦虑 凤野说的名 捆绑焦虑跟惧怕出去 你只要去留意 他跟你说的话 这是真相 这是truth 然后你必要想到 你必会 shalom 没有任何的灾祸的恐惧 会领到你 然后就看到这句话 被我highlight 被我画下来 我说主啊 这个姐妹应该需要 我要跟她讲好的 后来我想说 改天再说 不要好像太烦 你叫这个话 就给你这个话 然后我说 好啊 我觉得太需要 然后我就过去了 等后来 晚上再睡觉之前 我看到她 po在朋友圈一句话 真言一章33节 这句话 我当时就第一个 待在那里 我说上帝 你在跟我开玩笑 不是吧 Are you kidding me 我真的 我真的吓到了 然后其实我 我那天 我昨天晚上还感觉到说 我应该跟这个姐妹说 我们多听一听赞美诗 然后让神的荣耀同在 你就那些假的东西 就不要围绕你这种噪音 给你很多咒诅 跟惧怕 但是我想说 改天再说 那么多事情都跟人讲 让人安静一点 后来我发现 她在朋友圈分享 一首诗歌 跟这句经文 你知道神在做什么吗 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意念 后来我今天早上 在想主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知识言语而已 那么简单 知识言语已经很棒了 我感觉神在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我这个见证听过别人 主跟我说 到了末后的日子 我要使你们 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个意识 这个灵力的感动 会一下子就过去 你不用跟她直接讲 她可以领受到 我要 这句经文就给到她 你知道吗 属灵的 我不是New Age 我不是那个一端 我们是神的仆人 神有很多 还没有发掘的这些 圣灵的恩赐 我们可以信用灵犀 深渊与深渊呼应 我一个眼神过去 你就知道 神要告诉你什么 你领受到了吗 现在我赶快讲 讲完了就下台 哈利路亚 所以这是一个神在 招聚他的这个 一个总数军队的时刻 他在数点 然后我跟你讲 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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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黑暗要曝光曝光 曝光更多震动震动 不发生事情就不知道 原来是这样子 哈利路亚 所以我有三句经文 文字版有你们记一下 戴伊尼书的二章二十二 以赛亚书中的四十五三节 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三节 他改变时候日期 废王立王 将智慧赐予智慧人 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 光明与他同居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哈利路亚 云柱火柱启动 因为王者要归回 他在前头行 他也做我们的后盾 云柱火啊 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高台 这句诗歌唱出了 你在宣告 仇敌不敢接近你 还靠近你 你走过来 仇敌要逃跑 不是你要逃跑 反了 他看到你的影子 他怕了 为什么 使徒行传的时代 彼得的影子 跟保罗的手 居然都可以一致人 这不是迷信 这就是能力 因为他的影子到了 这是谁啊 彼得我认识 保罗我认识 你是谁 对吧 所以到了末后 这个末后的荣耀 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哇 期待吗 现在预备 就是那些人可以 我就是不行 你记得塔莲的比喻好 当你说我不行的时候 你要记住 这位神可是非常严格的神 你不行 不说了 刚才讲完了 所以 这是第二次 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刻 要来到 我请你再读 以色列书的十一章十一节 他要第二次伸手 把他的百姓 从埃及 从列国带出来 他的圣灵的大交官 一定会交官下来 为主 圣余的百姓 就是从亚树剩下来的 必有一条大道 如当日 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 什么叫主 圣余的百姓 不是主 剩下来不要的 主圣余的百姓 是remnant 就是那些 因为谦卑 因为坚信神 忍耐得胜到底的 叫神的渔民 他们要从亚树 那些敌国 巴比伦出来 必有一条大道 我问人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主说 我都告诉你了 如当日 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一样 以色列当时 怎么从埃及地上来的 以色列人当年 是怎么从埃及地上来 大神红海分开 从埃及地完全地出来 后面有追兵 从那里上去 再一次 你一定会看见神迹 因为你在 耶华军队的带领当中 不要怕 哥哥跟马哥 不要觉得 哥哥跟马哥 是一个很深奥的预言 没有人知道 没有什么 以西节书 这是以西节的日子 以西节的日子 不只有骇骨复活 以西节的日子 38 39 还有哥哥跟马哥 从北方极处 神说 人子以西节 你要发预言 你要发预言 攻击哥哥 怎么攻击他 耶和华将你 从北方的极处 带上来 北方在西伯来文 是隐藏的 将这个隐藏的敌人 不再隐藏 我让你带上来 是神让他带上来 你带领那个马哥 北方列国的 那些国家 上来之后 你们冲向了 以色列地 我到底要看一看 谁是要攻击 我弟的人 所以神将他们 带上来 然后神的一股气 将他们完全地消灭 以色列人 埋葬他们的尸体 七个月 那个时候 神说 我要将我的圣灵 交灌你们 以色列家 回转 因为我要将 我的圣灵 交灌你们 所以这 所有的一切 整体的大构构 构架 都在这里 已经写明了 不要卡在 现在的某一个事件 不要被世界的声音 带着走 不要被世界的媒体 就带着走 今天发生这个 今天发生这个 世界的事情 我管不了 我的家庭 今天这个问题 明天这个问题 我的丈夫妻子 我的孩子 我的工作 天天有问题 天天处理问题 你这被问题 带着走 有一天我忽然说 够了没 我不要了 现在很多人说 我也不要了 我要来主宰 我要来圣果问题 我要来解决问题 我不能被问题 带着走 我要来主宰 没有问题 No problem 你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上次问阿毛 我说 你最近工作好吗 是不是像我一样 老这样 他说 我凡事顺利 我的天 我当时领里就起来了 Hallelujah 我凡事顺利 他就跟我讲 我凡事顺利 咬着牙 凡事顺利 当时我就觉得 凡事顺利了 你不顺利 你也给我顺利 监狱的门是有四道 很多人在那边把手 你的腿也断了 我们跟学那个知识言语 那个Sean Bowles 他说神给他预言 你要走列国 你要到好莱坞传福音 结果他后来 二十几岁出车祸 医生说 你的脊椎已经完全坏掉 你一辈子就坐在轮椅上 哪里也动不了 疼啊 疼啊 后来Sean说 No 这不是我的剧本 神跟我讲 我要走列国 不是坐着轮椅去的 事实是我坐轮椅了 但是真理是 我要起来传福音的 我要走列国的 我要交在东方地级海岛 日本这些人 天国经济 知识言语的 第二天他就去聚会 给他一句知识的言语 谁坐轮椅了 你给我出来 他就哗 坐着轮椅滑出来 当场就得一致 他说这不是我的剧本 我的人生的剧本 是神要让我奔跑列国 传福音 你现在在什么情况 没有办法执行神的这个旨意 我真的这样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我的讲道就留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开始祷告 请长老给我们一些意愿 我的讲道就在这里 亚铃长老 这样长老 还得点名 我们有一些音乐 然后我们要进入到那个 进入默想 不是默想 你可以出声祷告 你可以站起来祷告 当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成为那个 唯一的人站起来 祷告 你祷告什么 让我知道你整理的计划 已经写在圣经里面 我现在看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实 但是祷你的真理是什么 你给我的呼召是什么 你必定要给我完成这个呼召 所需用的一切的才能恩赐 我有至少15年的工资 我担心我的经济吗 我的塔连德要倍增 我要将利益归给你 所有被谎言 被那个法术跟占卜 被惧怕 困在那个地穴里 角落里的人 你要起来 耶和华的光要照耀你 神的军队已经来到 要将你释放 你是神的军队的一员 你不能被缺少 站起来 刚强壮胆 站起来刚强壮胆 因为今天是我们 妥拉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 弟兄姐妹们来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宣告 我们先复习一下 中文是什么 我们一定会刚强 我要你宣告 我是强壮的西伯来富人 你没有病 我可以起来 为神完成工作 我是有才能的 我是有才华的 我是有价值的 我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哈利路亚 你曾经被咒诅 被破碎的梦想 这个是无用的东西 你什么也做不了 做什么 做什么失败 起来说 将这个谎言完全拿走 我的梦想就是主的梦想 我跟着主的梦想成真 我是他梦想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我是他的心腹 我跟神一起完成梦想 靠着那家庭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行 靠着他给我家庭力量 我凡事都行 神的力量 在我这个信的人的里面 所成就的 所爆发出来的能量 超乎我眼睛所看见的 我耳朵所听见的 我心里面所想象的 超过我一切最疯狂的梦想 曾经想传福音的你去 祷告 起来 行走 我不明白妥拉 我没有知识 我对你讲 你是有知识聪明的 你可以明白 你天上良人的真知识 我一打开这本圣经 神将他的奥秘告诉我 否则他就一无所幸 对自己说 我可以明白神的话语 我读就能读得懂 我听是可以听得见 我看也看得明白 神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命定 迦勒一定会实现 我奉耶稣要你们宣告 无论是近处跟远处的 我认识不止一个迦勒 神不会放过你 他不会将任何一个人丢在身后 今天早上他给我一句话 就是一句歌词 So will I He is the one Who never left the one behind 他从来不会 把任何一个人丢在后面 He is the one Who never left the one behind 我奉耶稣要你们宣告 迦勒要有一个专心的心智 跟随神 我们全体他的这些同工 这些战士 这些战友 拿取圣灵的宝剑 将所有捆绑我们战友的 这些谎言都完全地割断 示范我们的精兵战士 他是一个General 他是一个将领 迦勒要为主战力起 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应许 不实现 被掳得要得释放 主告诉我说 你不要去 你只是宣告就可以 我要奉主的耶稣的名宣告 被掳得要得释放 被囚的要出监牢 我要来报告耶和华 恩待人的洗年 跟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要将这个图拉的福音传给千辈的人 你是一个千辈的人 你是一个虚心的人 因为天国是你的 我犯过很多次罪 我再也不行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烂人 我上瘾我不行 我就是有婚外情 我断不了 我奉耶稣里面 砍断一切的火捆绑 你是一个圣洁的弟兄 你是一个圣洁的姐妹 因为你的主是圣洁的 主没有一个罪 是他不能赦免的 在他的这个基督的台前的审判 没有展开之前 主说没有一个 现在我还没有一个罪 我是不要赦免的 我都要赦免 我心里有苦毒 我就是想要责备 我就是要批评 我就是想要说我是对的 主说孩子 我的爱 将你一切的这些东西融化 爱不夸口 爱不自夸 love is not resentment 这个爱不是一个奉恨 不是一个仇 不是一个苦毒 圣灵的宝剑对象魔鬼 神要在基督的肢体里面 震动出来 神是他的真百姓 神要在他的真百姓里面震动出 恶人是没有办法在一人的聚会中 站立得住 Hallelujah 他们要像风一样被 他们像康辟一样被风吹散 他们要像康辟一样被圣灵的风吹散 只有昼夜思想 耶和华妥拉话语的人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炎热来到 他不惧怕 他的叶子不枯干 他按照季节结果子 他凡事顺利 他所做的凡事顺利 你的事实是 你的家业被夺了 你的房契被夺了 大兵攻上来 清理了我的国家 但是主说 在神哪有难成的事 你要去买地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身上有一个疾病 是我历代的遗传病 医生告诉我这样 我的家人也告诉我这样 我家里有人也是 因为这样死的 我今天告诉你 你的事实就是说 你是个心造的人 砍断一切疾病的咒诅 我要起来管理我的生命 我是健康的 凡事不从神来的 这一切的咒诅 这一切的毒细胞 这一切的 不是从它来的 完全从我生命里隔绝 从陀拉的活水 涌流到我的身体里面 Shi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had 神在打破你家族 这个恶的循环 但是你为这个 付上很大的代价 从你小的时候 家庭就是这样 但是今天神跟你说 孩子你要起来建立这个家庭 你的爸爸要改变 你的妈妈要得医治 苦毒完全消失 这个家庭 你要被建立起来 你的丈夫要改变 你的儿女都要说 你是有福的 你想到幕后的日子 你就喜笑 你的丈夫坐在城门口是长老 受人尊重 Hallelujah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没有青春期 没有叛逆期 Come on 不要为自己的孩子 宣告叛逆期 你背逆就够了 不要让你的孩子背逆 I'm enough 我的孩子是个新造的人 脱离这一切自然的模式 他从天国下来 从你子宫出去 他是要带出超自然 我没有更年期 我只有在度过神 给我的新的季节 我一个季节 一个季节往前走 我身体里面的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 免疫系统是最强的 我没有老神在更新我 因为神说 你要返老还童 如荫斩赤上堂 我没有先知性的恩赐 我怎么听不到神的话 凤也说的名宣告 耶和华若不叫奥秘 告诉他的仆人跟众先知 他就一不所信 我要听见 我要活出一个先知的生命 我是天国的大使 我不是贫穷的 我是富有的 因为耶稣为我成为贫穷 哈利路亚 我没读过书 我没有学历 我不懂 不像你们那么明白 可以讲道 可以出口成章 我凤也刷的名宣告 你要向保罗得到口才 你要在君王面前 为他做见证 你不要思想你要说什么 当天上人云弟兄 被前小布什总统召见的时候 布什总统说 你真的是从那样的一个 恶党的监狱里面走出来的吗 我不信 天上人云弟兄 通过翻译对他说 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 布什说 我是啊 我们每年的基督 我们每年总统 我都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 天上人云弟兄说 我本来以为 我只是一个合照 去炫耀一下 我跟总统见面了 原来神让我在君王面前 为他做见证 我没有想到 我一个农村人 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 神将我带到了列国的舞台 我像非洲人 我像犹太人 我像美国人 我像白色 黑色 红色 棕色皮肤的人 传福音 你的工作 不受你的事实的限制 不受你语言的限制 我只会读中文 不会英文 我日文也说得乱七八糟 我更不会希腊文 跟犹太文 但是你懂圣灵的语言 神的话语拖拉 超过 人能所理解的 七十个语言 从心乃山上刺下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 不需要翻译 Come on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的火蛇 现在透过这个小小的 camer一个镜头 跑向所有正在 收看的这些人的 家庭跟身上 你要被圣灵充满 祂的灵要降下来 浇灌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犹大的狮子吼叫 他已经得胜 他被揭开七印 Hallelujah 他把父赞美你 你是我们的主 亡者归回的日子尽了 你要来点兵 你要来着急 你要来恩膏 我们积极地等候你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不要只停留在这里 当我们回到家里 开始过真正的事实上的生活的时候 让我们不再一样 让我们在地如在天 让我们来统治 让我们来管理 让我们不再被震动 因为国在我的里面 被掳掠的命定 要被释放 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命定 仇敌掳掠你的 神要加倍地还给你 然后你要更加倍地还给他 你早一点归向他 你向他还的力就少一点 越多 这个人还的力就越多 哈利路亚赞美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